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四百余尊精美的佛教造像诞生于公元五至六世纪 他们曾被深埋地下而在黑暗中得以跨越千年 而今天这些刚刚醒来的沉睡者将为我们开启来自遥远历史的秘密 2001年秋天的德国柏林沉浸在亚太文化艺术节的热闹气氛中 而来自中国的青州佛教造像艺术展 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正在紧张地筹备着 这是青州佛教造像出土五年之后第一次在海外展出 虽然33件展品只是所有出土文物中的一小部分 但整个展览仍然以它异常夺目的光彩征服了许多走进展厅的观众 这批精美的佛教造像来自中国山东庆州 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德国观众来说 那是一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地方 19世纪末期 西方的殖民者纷纷进入中国 德国的军队占领了中国山东沿海的港口 并在山东境内修建了一条由港口通向内陆的铁路 青州就是这条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 一百年前的这条铁路线成为今天中国最繁忙的运输线之一 每年夏天 大批来自内陆的游客经由这条铁路去往滨海的度假上帝 而即使在今天也只有慢速客车才会在青州这座小城短暂的停靠几分钟 如果不是1996年秋天一次惊人的发现 也许青州仍然不过是许多度假者窗外匆匆掠过的一个地方小城 1996年10月的一天 青州市一所学校正在为修建操场而紧张的施工 一只轰鸣的推土机似乎感到有些异样 工人们走到车前拔开浮土 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青州佛像教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 青州市博物馆位于青州市区的中心位置 从博物馆的顶楼向下望 当年挖掘出佛像的地方 与博物馆仅有一墙之隔 夏明彩作为当时青州博物馆的副馆长 曾亲自前往佛像教藏现场进行勘察 教藏位置就在这 它东西长 八米六 南北宽 六米七 东边边缘 抢救性的青州佛像考古挖掘工作迅速展开 考古人员采用局部挖掘的方式 整整工作了七天七夜 覆盖着泥土的佛像 逐渐显露出他们本来的面貌 这个泥土覆盖着的时候 大家忘记了一块大石头上面 盖着一些泥土 可以说看不见它的露上这些面目 当然慢慢地把这个泥土清晰掉的时候 特别地新鲜 与博物馆仅 与博物馆仅 别总关于菩萨 他出土的时候完整地躺在那地方 是相当地优美 人家都说韦拉斯漂亮 我看到我这有几次比韦拉斯还要漂亮 这也许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它再次闪现着考古学最迷人的光彩 挑动着人类伟大的好奇心 当一个个美丽的面容在泥土中浮现出来 穿越了时间的隧道 每一个人都不禁要问 他们是谁 他们又来自哪里 一些谜团从考古发掘的开始就挥之不去 首先 这里为什么会集中埋藏着佛像 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释 因为在教藏坑被发现之前 当地人就知道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寺庙 现史书上记载叫做龙兴寺 龙兴寺在公元五百年前后 就已是远近文明的大寺院 此后香火繁盛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 但公元一千三百年前后 龙兴寺却奇怪地消失了 今天的人们只能凭借一块 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石碑 去推测这个寺庙依稀的历史 那么 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像 到底与龙兴寺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更多的问题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 营绕在人们的心里 在进行完修复和拼对之后 佛像的总数已达到四百余尊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 一个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米 深度不到三米的窖藏坑内 为什么会埋藏着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像 许多佛像在经过艰难的修复比对之后 仍然无法完整地再现原貌 它们原本只是一些残缺的肢体 或是一些没有身体的佛头 一些碎块表明 它们曾被人为地砸碎 那么是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损毁佛像 这些佛像又为何被精心掩埋 在这些藏进美丽的碎片和重现光彩的面容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青州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立刻轰动了中国的考古界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织专家 前往青州进行鉴定 青州 地处山东半岛 这个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古城 曾经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 今天的青州 许多留存的遗迹 仍在默默讲述着这个城市往昔的辉煌 那么青州佛像的出土 又将开启哪些来自遥远历史的秘密呢 事实上 鉴定的工作并不困难 考古学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 就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 这一批佛教造像 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五到六世纪 当时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 在基督诞生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 同样的事件几乎同时在欧洲和中国发生 古罗马帝国在北方异族的压力下走向灭亡 而当时统治中国的庞大汉族王朝靖朝 也在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冲击下走向分裂 汉人的流亡贵族在南方延续着汉族王朝的统治 北方则出现了由多个草原民族控制的割据政权 公元439年 来自大兴安岭山脉的仙卑族建立北魏统一北方 此后在北方又相继出现了东魏西魏北极北州五个朝代 这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动荡的时期 历史学家称之为南北朝时期 清州的佛教造像大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完成的 清州佛教造像中 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 数量不多 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种带有背平的造像 这是最早从中亚传入的中国造像样式之一 造像的主体大多由三个佛像组成 两旁是邪式主佛的菩萨 中间是被供奉的主佛 主佛的形象主要是佛教的创始人 世家 世家原本是古印度一个王国的王子 却抛弃王位和财富离开父母和妻子 到深山旷野中寻求痛苦的解脱和人生的真谛 最终大彻大悟创立了佛教 世家的一生充满了痛苦的体验和对痛苦的超越 而青州造像中佛主微笑的面容却流露着来自内心的喜悦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诠释方式 佛主与菩萨身下的基座 往往被姿态各异的和联连接成一个整体 传说中世家在菩提树下顿悟创立佛教时 身边有两朵莲花盛开 从此和联就成为佛教特有的一个吉祥图案 与众不同的是 中国古老的图腾龙的形象也出现在佛像的底座上 这在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佛像上还从来没有见过 在十六国时期 那个时候有一个烟果 蓝烟 他就是相信佛教的 而且他就相信 就出现有一种祥瑞 所以出现祥笼 出现这东西 所以他叫来寺院 就用龙来骑名这个寺院 就说这个墙龙 就是这个飞翔的龙 这样做一个墙域出现 也就是在青州地区 所以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在青州的照相里边 出现这些降龙的 真的和它有它的本身的发展的特点 无独有偶 在龙兴寺遗址上还曾经出土过一个龙柱 龙柱上的盘龙与佛像上口吐莲花的飞龙 不禁让人对龙兴寺产生一些奇异的联想 因为龙兴寺这个名字中也带有一个龙字 那么这些雕刻精美 栩栩如生的龙 在遥远的历史中 曾经营造了怎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动感世界呢 北魏至东魏时期的造像中 佛像身后的背平用来表现佛主身上闪耀的佛光 这是佛教世界里众神不同于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背平也成为一个表现佛教世界的载体 在许多背平的上游 都用佛光手法精细地刻画出一组飞天的形象 这些佛教世界中美丽的天使 神姿飘然欲飞 与中国敦煌佛教世故立画中的飞天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 他们妖娆的神姿飘然欲飞 烘托出极乐世界的美好 极乐世界是佛教传说中的天国 要想到达这一最为幸福的彼岸世界 就必须要经历人生最为痛苦的磨难 飞天下面这些用彩绘方法描绘出的熊熊火焰 就象征着这一痛苦的过程 对于当年的造像者来说 这些火焰也许并不只是一个象征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阴谋 背叛和杀戮的大动荡年代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或是地区可以幸免 在这样一个时代 宗教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公元一世纪前后 佛教已被来自中亚的商人和僧侣传入中国 但一直影响甚微 公元四世纪以后 随着中国汉族王朝的崩溃 以及孔子建立的儒学权威地位的动摇 佛教才在中国得到空前发展 北魏建国后 佛教逐渐与政治结合在一起 北魏的皇帝 皇后和一些王室贵族 都是积极倡导佛教的虔诚信徒 巨大的石窟佛像 因而在这一时开始大规模兴建 造像的模特据说就是皇帝本人 而在民间 佛教也成为人们在战乱与苦难中 寻求解脱的挪亚方舟 各地都出现了造像热潮 这是一个宗教信仰无比热忱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偶像 而且大规模制造偶像的时代 造像的风潮也同样出现在青州 南北朝时期 青州是南朝和北朝之间联系的纽带 而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带 青州也成为佛教石窟 佛教造像集中的地区 今天在青州市附近 还保留着几处公元六世纪到七世纪 建造的佛教石窟 它们正是佛教凡圣的时期建造的 与这些石窟同时建造的 当然还有大量的寺院庙宇 以及庙宇中供奉着的佛像和菩萨 从龙兴寺石碑中的记载可以推断 当时龙兴寺被称为南阳寺 是当地最重要的寺院 寺内有高高的佛塔和雄伟的佛殿 一尊高达三丈九尺的巨佛 耸立在佛殿中央 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这批造像中 虽然没有找到体量巨大的佛像 但有的造像不算基座也已高达三米 而且它们的雕刻技法是如此精湛 这不禁让人猜测 是谁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飙躁了他们 我认为是龙兴寺一批专门从事 这种职业的僧人 咱们现在西藏喇嘛教 他寺院里边有专门做私有花 我绘制唐卡列一批艺人 而当时我认为龙兴寺也应该是这样 他们怀着对佛对菩萨非常虔诚 信仰敬仰崇拜 那种极其复杂的心情 把每一刀每一刀全部倾注到 每一尊造像上面 当然这只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谁是这些佛像真正的创造者 至今无从查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青州地区当时的佛像雕刻技法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深的水平 青州的佛教造像 绝大多数都是用石灰石雕刻而成 这种石灰石是青州盛产的一种食材 当地人称它为青石 青石制地细腻 印度适中 特别适合制作精美的雕像 利用青石进行雕刻的传统 至今仍在当地延续 不少工匠是绵延几代的石刻世家 他们会是青州佛像造像者的后人吗 其实在青州佛像出现之前 青州石刻的历史就已经开始 这是青州市博物馆收藏的 在当地出土的一个东汉时期的胡永像 整个雕像高达三米 雕刻手法粗犷传神 这说明至少在那时 青州就已出现相当精湛的石刻技艺 并已经能够制作大型的雕像 而三百多年后 青州的石刻工匠们又把他们精湛的技艺 奉献给了日渐兴盛的佛教信仰 在龙兴寺教藏坑出土之前 青州及其周围地区 就已经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 目前总数也有一千多件 这些佛像与龙兴寺佛像所处的时代 大致相同 这更加有力地证明 当时的青州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 还是一个佛像制作的中心 正像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明史上 发生过的那样 艺术与宗教的密切关系 在青州再一次得到证明 当人类的智慧和虔诚的宗教信仰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往往就会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热情 自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国后 中国人开始了制造偶像的历史 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制作 先后受到中亚和印度的影响 文化的交融促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的诞生 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的青州佛教造像中 佛像大多身材单薄 肩部低垂 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 佛像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 这样的造像风格被称为绣骨清象 他们深受汉族士大夫阶层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 现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兴起 很快又波及北方 佛像在服饰上的风格 也来自南方汉族王朝的影响 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 只是到了中国后 才穿起这种宽衣大袖 薄衣薄带的长衫 这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服装 佛像上的汉化风格 是当时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 普遍汉化倾向的一个缩影 战乱与分裂 没有阻断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交流 有感于自身文化的落后 控制北方政权的草原民族 开始向南方王朝的汉族文化学习 大规模的汉化运动 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最为活跃 在服饰 礼仪 制度上 一切向南朝看齐 对于仍居留在北方的汉人来说 这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回归和复兴 清州自古就地处南北交通的要道 历史上一度从属南朝 南北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汇 在佛教造像上 自然也深受南方汉族王朝的影响 响应并且主导了造像的汉化风格 接近汉人的体态 和中国传统样式的常山 这种潇洒清秀的风格 一直延续到公元六世纪上半叶的冬魏时期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 投向这些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后 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时 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 早前秀古清像的造像特征 完全被新的造像风格所取代 背平式的浮雕造像几乎消失 而这种单体的圆雕造像 面部大多丰满圆润 和北魏造像厚重的服饰风格相比 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绪 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 显露出健康优美的身段 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 然而令人产生疑问的是 从北魏东魏时期薄一薄代的中国式造像 到北齐造像浓郁的异域风格 中间最长不过一百年的时间 而造像的样式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中间又似乎没有任何过度 会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样的转变 又是什么原因使早先的风格几乎全然消失呢 这个一定是说明当时的文化交流的 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它有北朝的时候 很多少数民族 先卑族 拖拔布 他们学习汉族文化 吸收汉族文化 然后体现在佛像上 是中国化了 然后到北朝晚期呢 他这个开创的统治者高欢呢 他自己是汉人 但他是鲜卑化的汉人 他在这个北方六正长大 从小都是受到鲜卑的那种胡俗 胡锋胡俗熏染大的 所以在北齐的这个王朝 胡锋很盛 他们就是对这个胡人和胡锋看得很盛 和这个当时和新疆地区的交往也很多 这个很可能就是佛像印度化的这个一个文化背景 在青州地区出土的北齐时代的石刻踏片上 可以清晰地看出 当时胡人已经广泛地进入到青州地区 进行经济和文化活动 与抑郁的交流也体现在同时期的佛教造像上 一些造像身上用潜伏雕或者彩绘的形式 清晰地勾画出了胡人的形象 另一些佛像 他们或是采用脱棱的方式刻出衣纹 好像打湿的衣衫紧贴身体 或是身上没有任何皱褶 肌肤的轮廓充分显现着人体的优美 在北方中原一带的同期作品中 这种造像的样式极为罕见 它们很可能就是史书文献中记载过的 曹一出水的样式 北齐的时候有一个画家 画师 画将 或者大师都可以 他名字叫曹仲达 他这个名字实际上是 说明他是一个树特人 就朝五九星到中国来做生意的 中亚来的树特人 里边姓曹的这一只 他画的这个佛像 曹一出水 就是典型的这种 印度莫陀罗佛像的样式 这个样式在青州的佛像 北齐的下来很清楚 这样密集的衣纹一圈一圈的 还有一种就是露野院式的 就是佛像的身体也很清楚明显 但是身上的衣纹几乎没有 只是在袖口或者是底下 有一点衣纹 这个样式在青州佛像也很明显 然而 曹一出水的样式 为什么会从万里以外的西域 传播到青州 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因为在青州以外的地区 同一类型的造像并没有发现 那么他们会是沿着丝绸之路 一路而来 或是像很多史学家推测的那样 曹家样从越南地区进入中国南方 又从南方沿水路进入青州 但不管怎样 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新的样式传入青州后 工匠们用自己所熟悉的技法 与之融合 于是 一批面貌新颖的佛教艺术造像 在北齐时代出现了 与佛像简练明快的风格相反 北齐时期单体的菩萨造像 在雕刻风格上却表现出极为繁复细腻和华丽的风格 高贵的头冠 精致的项圈 飘逸翻飞的批驳 连接批驳的精细的阴落 这些复杂的事物都得到细致入微的刻画 这些佩戴华美事物的菩萨像 都曾经经过彩绘和贴金的处理 可以想象 当年的这些造像应该是怎样的光彩照人 这尊基本保存完好的观世音菩萨立像 是无与伦比的佛教艺术杰作 沉静的面庞 细腻而又富有神韵 传达着法界的庄严与忧尘 我们似乎在他无声的助力中 感觉到他在想什么 他想表达什么 然而 一切又都在沉默中 回归永恒的寂静 思维菩萨像是造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 他表现的是世家在菩提树下进入冥想而最终大彻大悟的故事 优美的姿态 残留的贴金彩绘和残缺的左臂 引领着心灵无限的遐想 而神秘的笑意在婴孩一般天真的面庞中微微流露 仿佛在冥想中以顿悟佛的真谛 每一个接触过青州佛教造像的人 无不为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所折服 也不禁想要更多的了解 这些佛像 这些面容背后 还隐藏着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从青州县制可以推测 作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 汇集到香火繁盛的青州 他们烧香拜佛 祈求在乱世中得到佛的保佑 人们甚至不惜拿出巨资积蓄捐造佛像 他们被称为供养人 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佛像中 这尊北魏年间的造像 镌刻着供养人的提及 这是一个名叫韩晓华的女子 她似乎孤身一人 她在提及中详细地列出了 她死去的丈夫和亲人 希望神灵记住他们的名字 保佑他们能在下一个转世轮回中 平安富贵 虔诚是佛 从造像的尺寸和雕刻上推测 韩晓华也许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女子 或许她是拿出全部积蓄 捐造了这尊佛像 透过造像上的提及 我们可以获知更多佛像背后的信息 在青州出土的佛像中 这种带有提及的造像 却少之又少 我们可以发现 少量刻有提及的造像 文字都被镌刻在造像的侧面或下面 而在古代 在制作造像的同时 还会再制造一个底座 在底座上刻印上有关 这座造像制造的信息 但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像中 却几乎找不到一件刻印着提及的底座 我们发现它有一个损绑 但是它这个方座并没有一起发现 换句话说的就是说 这个很多造像的 它带有发愿文的这种底座 这次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建议 当时曾经我们建议以后 做龙兴寺的遗址发掘的时候 我们推测 估计很有可能会发现 很多带有发愿文的这种 实相的座 然而 佛像底座并没有在继续的挖掘中出现 它们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疑问又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更大的谜团 龙兴寺佛像埋葬之谜 佛像底座为什么没有和佛像掩埋在一起 佛像又为何被埋葬 种种的玄机 引领我们去发现 隐藏在佛像身后的谜底 在青州佛教造像挖掘出土之后 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 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佛像 为什么被埋入地下 而且从挖掘的现场看 这些佛像在埋葬时已经被人为的破坏 那么砸毁佛像的原因是什么 砸毁佛像与掩埋佛像的人会是同一批人吗 在窖藏坑的中部 有一条从坑口深入坑底的斜坡 这应该是当年的挖掘者特意留下的 目的是为了方便运放石像 窖藏坑内的造像绝大多数都被严重毁坏 但这些被毁的造像残建 在坑内仍然排放有序 大致按照上 中 下三个层次放置 较完整的造像放在中部 残碎的造像上面用较大的造像残建覆盖 再放置于最上层的一些造像的顶部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尾席留下的纹理 这说明在造像掩埋之前曾用尾席覆盖 种种细节说明 这是一次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动 掩埋者很可能是一些对佛教极其虔诚的信徒 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此精心掩埋佛像的 那么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做出掩埋佛像这样无奈的选择 而真正砸毁佛像的人又会是谁呢 现在呢都只是以猜测 但是应该是和灭覆有关系 这就是在万唐时期 在五代时期有两次很大的灭覆 我们说这个灭覆以后呢 就可能这些死雕破坏了 在一些佛像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烧过的痕迹和修复的痕迹 他们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 历次毁佛灭法运动中被砸毁 又在此后随着佛教的重新兴盛而被修复的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 对龙兴寺佛像埋藏时间的考证 很快出现了新的线索 在龙兴寺教藏坑内发现了几件造像 根据鉴定为北宋时期的佛像 在一件佛像上还发现了 北宋天圣四年的字样 北宋天圣四年 也就是公元1026年 这距离南北朝时期的 最后一次灭佛运动已近500年 如果是这样 那么之前关于佛像毁于南北朝灭佛运动 并在此后被埋葬的假设就不会成立 而在北宋的历史上 并没有关于灭法毁佛运动的记载 难道说在北宋还发生了什么 更加惨烈的灾难导致了这些佛像的损毁和掩埋吗 北宋末年 中国出了一场大乱 就是金兵入侵 当时灰青二帝被俘虏到北国 而龙兴寺这个所在位置 正好青州蓝阳城的西门南侧 在城墙边上经高城墙 金兵根据文献记载 在三年之内有五次共打青州城 四次攻进来 五次攻进来又四次退出去 所以这个战斗交叉战斗 就在龙兴寺这一带相当激烈 又在城墙边 所以龙兴寺的弗像 我认为是这次被毁 根据夏明彩的推测 龙兴寺僧人对于佛像的被毁 惨不忍睹 于是挖了这个地窖 小心翼翼地通过这个斜坡 把佛像按三层摆放整齐 而佛像身上烧过的痕迹 应该是烧纸烧香留下的印记 这个里边有一层泥梭 现在正在研究着吧 有一些争议 它的泥梭是一根桃盆 三十多公分置进的盆子 就老北新普通用盆盆盆盆着的 如果这是一层干的泥梭 它不需要用这个盆子盆着 倒在那地方 那个泥梭本身被压得特别扁 勉强能辨认是一尊佛像 它里边的泥梭或泥的尿 不是一般的东西 而是人的骨灰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僧人的骨灰 可能是正巧吧 龙兴寺有个僧人 年纪了 所以用他的骨灰 做了这尊像 让他去再重新守护着这些神像吧 然而 青州佛像是否毁于金仁南钦 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人们从不同角度 对这个猜测提出了质疑 如果说是这种东西成立的话 那我们今代 如果金仁南钦在别的地方 也应该发现毁佛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其他地区 并没有找到这个例子 而且事实上 我们比如在陕北地区 发现很多有金的 纪年的提计的发愿文 就证明那个时候 其实人家还是在 有佛教活动 而且造像 信托还是在石窟里面造像 所以这个东西就反过来 我就觉得证明 金仁南钦的时候 并没有对佛教造成 什么一个很大的危害 那么如果这些佛像的掩埋 既不是源于南北朝时期的 毁佛运动 又不是因为金仁南钦 会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在泥土的掩埋中 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呢 考古学家将目光投向了 青州附近出土的一块石碑 这上面的文字 或许就是打开 青州佛像之谜的钥匙 林玉县县里边呢 也在八十年代初也发现过一大批 这个和青州造像 基本上时代和造像特征接近的 古代的佛教造像 那么这批像出土的时候 同时出了一个造像祭 一块造像祭 这个造像祭里边就记述了 是当地的 有一个叫明道寺 这个庙里边 这个庙后来那个有 有僧人就看到了一些 当时他已经古代的残破的佛像 就做功德 就把这些个残养都收集起来 把它埋起来 埋的时候上面还做了一个舍利塔 那么做这个功德的时候呢 当然有当地的地方官 还有周围的这些个大庙的僧人 也都来参加 有一个很盛的一个法会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仪式吧 仪式完了 刻了一块碑记 就埋起来了 石碑上的文字详细记录着 参加法会的 有当时龙兴寺的主持 义勇禅师 而仪式的日期在景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1004年 这个日期 与龙兴寺的教藏 应该属于同时期 从这个线索可以推测 在北宋这个时期 青州地区的寺院 应该盛行着一种 隆重的法会 寺院的僧人 将早年在各种 灭法活动中损坏的佛像 或者经年累月 破旧的佛像集中起来 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 将他们埋藏起来 以积累功德 于是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龙兴寺的教藏中 已曾经发生过 灭法运动的 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居多 而随唐到北宋的佛像 却十分少见的原因了 然而 还有一个疑惑 仍然困扰着人们 假设这些前代的佛像 在北宋时期才被埋葬 历经几百年时间 他们身上的贴金彩绘 估计早已退去了 而直到今天 这些千年以前的佛像 仍然散发着动人的光泽 和炫目的色彩 这又如何解释呢 所以我就很怀疑 这个像啊 这个很早就埋了 我是怀疑 特别是北朝这批像 我很怀疑可能在 北宋灭法的时候 有可能它这些像 就埋在底下了 这个后来的像呢 这个混进去 我想少量的一些 可能是后来这个法像 又混在这个 就又放到这个教堂里面去 对于青州佛像 为何仍保存着艳丽的色彩 还有另一种解释 考古人员 依据不少造像基座上 用笔墨写下的金字判断 这应该是寺院的信徒 为了修复前代的佛像 而表明需要重新进行 贴金彩绘的标志 然而 这种推测 联系到佛像掩埋仪式的说法 却并不合理 如果佛像已经惭悔 那么在埋葬仪式前 再对它们进行修复 已经没有必要 那么 这些至今仍然散发着 夺目光辉的色彩 为什么会留存到今天呢 每一个看似正确的解释背后 又都被无数种可能性与假生性笼罩着 有关青州造像的种种猜测与疑惑 至今仍无法寻找到最终的答案 当我们凝视着这些来自千年以前的美丽面容 或许答案已不再重要 它们的秘密早已随着若干个世纪以前 那一次神秘的安葬被尘封了起来 而这些伟大的艺术品 得以穿越千年的岁月 再次闪现出它们奇异的光彩 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奇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